我出最多醉 等一下我們先做 第一組是兩個蒸泡米 然後先燒 煙泡米跟先燒 那個是要什麼 先燒煙泡米可以燒它 對可以燒 沒有先測質量 然後測完質量記錄一下 就是你要把它形成 測質量 第一個你要先 測兩個質量 然後 兩個都下去燒 質量就寫M6 兩個噴點下去燒 噴點下去燒 然後測 他們 一段時間之後剩下多少 對 然後如果會反應先確定會不會 然後就是要證明說 要證明說 那我們先 再穩看 好沒關係這是第一個嘛 那第二個要做什麼 然後測完之後就要先知道會不會減少 你們是假設它會減少 假設碳粉會減少 對 然後氧化頭 對 會不會減少 對 然後 就是證明說 那個碳粉邊二氧化很棒 所以就直接燒燒 對然後接下來混在一起燒 接下來混在一起燒 混在一起燒 混在一起燒你怎麼做過 沒有我們是直接點火跟燒嗎 你混在一起燒是加入 你的意思是直接 讓溫度厚的情況之下 用 直接 直接點火看看那個 看會不會燃燒 因為有它才不能燒 直接點火 當然第一個我們就是做直接燒 第一個是用 所以你現在是要再直接燒燒嗎 對啊 這次燒燒 我不知道 我實際上 好 好那沒關係 所以你現在的假設是 它有沒有可能錄不夠錢 因為我們 重點是我們不知道會不會實驗 對啊 我以為主播裝機 看就沒有辦法 它那個是第二組的實驗 有沒有假設三組 先把第一組加工 然後 就是接下來就是 就是 假如那個碳粉不是會減少 那我們要 我們要做的就是 把碳粉加到那個 跟硫酸粉在一起燒 氧化粉 對啊 那個人講的東西 氧化粉一起燒 然後 看到 它 碳粉不是會搶走氧化粉 氧氣嗎 那一個是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那個 密閉的少 可是密閉就會缺氧 應該說 氧氣含量較少 怎麼會少 這我要怎麼寫 然後另外一個是 這人缺氧化 要證明說 碳粉搶走氧化銅 氧化銅先出 應該是 氧化銅先出 我懂 你自己寫 兩個嗎 如果 你已經在密閉的氧氣裡面燒 已經可決氧氣了 結果 又還原生 氧化粉又還原生氣 怎麼會 那你明確的就是 拿走了 對 被拿走了 可是 我們要知道說 它 是不是拿走空氣了 它有可能 我講的是空氣 如果 搶的是空氣 那氧化粉還不會有 對 應該我們這樣子 我們說 我們說 我們不是要射那個 到底是 就有學手 然後 不是射 這樣 我們那一邊討論的是 我們要確定說 在開放空間的情況之下 看 氧化銅 氧化銅 我們看到氧化銅 沒有電子 的原因是因為 炭沒有去跟氧化銅 炭是去跟空氣的氧化銅 對啊 對啊 這是我們要證實的 這你媽要做的第一個實驗 然後是 直接把它拿來夾著 沒有氧化銅 那它資料不會減少 對啊 我就可以確定 在開放空間的情況之下 碳 物理和氧化銅 這是不一樣 那第二個 那如果單獨氧化銅 氧化銅 會不會變化 對 如果不會有變化 那就表示碳 跟氧氣反應 氧化銅本身是 沒有影響的 好 它可以燃燒嗎 沒有 碳直接跟空氣走 對 沒有如果點火 它可以直接燃燒嗎 可是如果在 我們如果直接加熱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的 就實在是 我們剛才加熱 對啊 你如果直接燒 它應該是可以反應 這應該沒有太大的物質 現在就是我們 對 它應該是可以招火吧 對 有可能 所以就 所以我的想法是 那個之後 下一個步驟就是 直接收到飯 如果 直接收到飯 看能不能燃燒 然後之後再炒 可是它隔著這貓米 就有讓我學生的 直接燃燒 如果有起火 那你不要看 它應該是一個 一個是兩個 在一起之後再點火吧 沒有 它說這裡是反應完了 我們這樣 先看能不能直接 好 你們再講一件事情 我聽懂了 環環環的意思是說 我們把那個 那個 在秘密遊戲 裡面 消完之後 那一個東西 再直接來點火 然後看它 會不會有其他的 就給證實 站不站不站 對 我還是不陪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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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關係 他就先做出看就知道 好那行 好那先 aparece 我還是不陪你 我還是不陪你 我還是要再吃 對 很 imply 就是 有一點 對 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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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